我看到这个习近平 哇 一带一路啊 我们要持续的往前走啊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因为这是第三届 一带一路的这个大会 然后呢就有网友 弄了三年的一带一路的大会来比较 哇那个人数 我从第一年挖一大堆 第二年说一半 第三年变这样 而且事实上这次一带一路 还有很特别 因为他其实这一次的这个 最重要的外宾找的是谁 找的就是补丁嘛 对不对 所以补丁来的时候 你知道他当时开始演讲 很多那时候的外交官 本来在那边听的就开始走出去了 就是你不给俄罗斯面子 也不给中国面子 因为我就是觉得说 我就是不喜欢俄罗斯嘛 那你找俄罗斯来主讲干嘛嘛 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很有趣 是说这一次的一带一路 其实我认为已经快要到末期了 就是这个 这个整个已经快细扬了 说实在因为今天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中国也不太想投入资金了 因为他投入这么多资金 但也没看到什么成效 第二个各国也不太想 接受这些资金了 因为觉得接受这些资金问题很大 还附带一堆政治条件 甚至于工程品质还非常差 纽约时报最近还做了一篇说 尼泊尔盖了一个新的机场 盖完花了好多钱 让尼泊尔政府欠了一批国债 结果根本没有飞机愿意飞来 根本没有飞机愿意飞来 就最后只有什么 只有中国的包机飞来 就这样子而已 这么悲催 这笔债务大家不要误会 这笔债务不是中国承担 是尼泊尔政府承担 当时的建筑成本花了这么多钱 中国也不找尼泊尔的工人 也不找尼泊尔的公司 全部就是中国的国营企业进驻 让我为他写个惨字 惨字 这个是惨啊 所以我就说这已经快没过来 但第三个最主要 是现在的舆论真的很差 对于中国一带一路整体 的一个政治的连结 大家各国是不想参与的在内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 尼泊尔这个机场 我还是要提边 因为很有趣 就是尼泊尔机场完购之后 中国就说 这个就是一带一路的最佳实现 就尼泊尔所有政治都说 这不是一带一路 这不是一带一路 我们只是接受你的 相关的一个工程款 但是并不是一带一路 所以大家不想被黑了 所以这一次其实一带一路 大家就发现说 学者就特别提到一带一路 这个十年 其实算是一个失败的 一个计划 国际媒体也是这样讲 因为真的是失败计划 因为你中国当时的做法 就是说希望可以透过一带一路 去夺取世界的影响 去重建 更多跟中国 关系密切的一些国家的合作 而且同时可以增加 我们的对外贸易就会发现完全都没有达到相关的一些结果 好